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 火爆鸭针 首先我们准备鸭针一对 从中间切开之后再抠掉中间黄色的厚膜 然后再用菜刀刮掉残余的杂质 杂质刮好之后清洗干净备用 清洗干净之后下一步开始处理 首先将鸭针从中间切开 然后将底部白色和边上的筋膜切下来 这样的目的是把鸭针脆嫩和绵柔的部位分开 嫌麻烦的同学可以交给摊主来处理 然后将筋膜切成小条备用 然后把鸭针切成花刀再切成小块备用 下一步开始腌制 首先把鸭针放入盆中清洗干净备用 挤干水分之后开始腌制 碗中加入少许食用盐调底味 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加入老抽两颗调色 加入适量的料酒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适量的干淀粉 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芹菜一小把去除叶子之后切成小段备用 准备小葱几根切成小段备用 准备大蒜几颗拍散之后剁碎备用 准备生姜一小块拍散之后剁碎备用 准备适量的红泡椒切成颗粒备用 准备一小把野生椒切碎备用 下一步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至半红之后加入适量的油 然后将腌制好的鸭蒸下锅滑油 开小火将其滑成六成熟 鸭蒸六成熟之后倒出备用 然后重新加入适量的底油烧至五成热 油温五成热之后下入料头爆香 料头爆香之后下入鸭蒸的筋膜开大火爆熟 然后加入滑好油的鸭蒸下锅 下一步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小半熟鸡精 加入少许白糖 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加入少许食用盐 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从锅边淋入 然后加入少许老抽开始翻炒几下 调味料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切好的芹菜和小葱段 待锅中温度升起来的时候下入水淀粉翻炒 芹菜和小葱段生之后再加入明油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脆嫩的火爆鸭蒸就制作完成了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 鸭蒸个体比较大 最好是将筋膜分开处理和下锅 第二 家庭小炸制作火爆了的菜肴需要体现勾兑料汁 且最好用铁锅将其烧热之后蓄热再爆炒 火爆鸭蒸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